字幕視頻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股市總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 盤中的時候很厲害喔 盤中的時候在1點鐘的時候 還漲205點 也就是說吧 昨天台北股市跌這個192點 以指數來講 指數啦 指數來講 吃掉 指數來講吃掉 所以基本上你今天你又看到 多挖集體滿血復活 每個人又是昨天大買大賺 今天你又會看到 每個分析師就告訴你說 來我告訴你 昨天誰叫你這裡不要殺 昨天誰叫你在尾盤的時候買進的 所以我相信今天大概人人都有這一支吧 1605花心吧 因為你把漲停版的 股票你把它調出來看 大概 能叫出名號的大概就這一檔 那昨天有哪個老師在講這一檔 我是看不到啦 可是呢 你如果你看今天跌幅排行榜 來 我們看一下跌幅排行榜 來 你看一下 這個 5227 這個我倒是知道前幾天很多老師在講 為什麼 你看 因為前幾天這裡漲停啊 這裡漲停啊 然後呢 禮拜一還大漲創新高耶 是不是 好 那你再看這一檔 這一檔大概現在已經沒有人要講了啦 這一檔8440 立點 之前很強很冷耶 對不對 後來跌下來跌下來一個反彈之後 今天這樣跳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你不要去期望 你不要去期望說 你不要去期望說 在這種超級大空投的行情之下 會有什麼股票一路往上飛 你知道嗎 像譬如說元泰 跌三天了嘛 對不對 喔今天元泰就厲害 喔今天元泰尾盤的時候 喔一副就是 喔家瑋老師 對不對 你完蛋了 其實你有沒有看到 這裡是12點50分有沒有 從12點50分開始往下走 12點50分指數還在往上拉 他就已經領先往下走 那你如果把他這樣對過來看 以收盤價這樣來看 也就是說從11點半之後 追近的人 通通都套了 那我問你喔 你是在今天早上11點半之前買 還是你在今天早上9點到10點受不了殺 還是你在11點半之後追 你們自己扪心自問 因為我知道不會有人承認 因為承認的要怎麼嘲笑家瑋老師咧 是不是 我如果承認我做了這種 韭菜型的操作 我要怎麼嘲笑家瑋老師咧 是不是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你自己去看 這個盤它是不是一直在做連環套的動作 排股你會發現很奇怪喔 航運它製成一格 跟電子對不對 昨天航運是不是抗跌 禮拜一的航運是不是大漲 大家告訴你什麼 因為 要開股東會 對不對 那教育老師也跟各位講 股東會大家預期有利多嘛 好啦 那昨天電子股重挫 對不對 上禮拜大家都電子嘛 禮拜一航運大漲 我就已經跟各位講 大家就已經哭出來了嘛 對不對 禮拜二電子股重挫 所有人跑去航運股 那今天航運股咧 因為大家想說 反正這個這個 接下來股東會 喔 那個開支前會長 來來來來看一下 來 這個是這個 昨天 2636 對不對 這個是 昨天 召開股東會的 最東海的男人 他說兩年 萬里無雲 他現在好像不是講萬里無雲 他說兩年都沒有風險 我們等一下好好來分析一下 這個是上禮拜五就已經開完股東會 早上開得高高的 對不對 這個是明天要開股東會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明天要開股東會 不是還沒開嗎 怎麼今天就已經開始跌了 對不對 昌榮 楊明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盤他就一直在出現 連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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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只要台北股市一漲 你就會看到 多挖滿血復活 那滿血復活的結果是什麼 來 看一下尾盤 所以我問你嗎 今天是讓你跑的還是讓你追的 當然我知道 現在大部分的多挖 都已經蓋牌了 蓋牌啊 什麼叫蓋牌 蓋牌就是 我不看了啦 你懂我意思嗎 反正 賠到這樣子我已經不看了 反正 這個按照台北股市過去的慣性 很有可能 有朝一日他就漲起來 你最好不要存有這種想法 等一下老師再跟各位講一次 這個是比2008年金融海嘯還要可怕的空洞 我不管你有看過2008年還是沒有看過2008年 我把話放在這裡 這是比2008年還要可怕的空洞 你把股票放在這邊 蓋牌不看 你未來有一天 你一定會砍 你一定會受不了 你一定會砍 因為我跟各位講 2008年的金融海嘯 台積電最好的股票腰斬 其他的中小型股股價剩下十分之一 你掂量掂量一下你自己的心臟的強度 如果你的股票變成十分之一 你都挺得住 那你就擺吧 那像航運股這種景氣循環股 他來到了百年難得一見的這種大行情 我再講一次 像比如說這個2603長榮 對不對 我之前是不是用長榮的月線圖 跟各位分析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是不是這樣 我之前是不是用長榮的月線圖 是不是講景氣循環股每次一定跌回來 每次一定跌回來 我之前就是用每次跌 都是大概平均跌60% 來跟各位算從233 我當時一筆劃下來 我說233這裡跌60% 這裡會跌到多少 87.5% 後來最低跌到多少 85.5% 對不對 你說要講最懂海的男人 家維老師可能比不過嚴懂 但是你要講股價 不好意思 還真的是只有我預測到 所以你如果從月線圖來看 來來來 這叫什麼 一波衝上來 跌下來之後 這叫什麼 量縮 架量背離 這叫什麼 這是旗形還是那個 看你怎麼畫 你如果這樣畫 這是旗形 你如果這樣畫 對不對 上升屑形 然後接下來會怎麼樣 就破 就破 所以兩年不賣 有本事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整天 你去看那些做多的老師很奇怪 整天都在滿血復活 整天都在滿血復活 你還真以為在打電動 這一波下來從這裡 對不對 我們就 中間的過程我們就不要講 3月3號 18026 這一天教育老師是被笑掉大啞 所以我就說 股票的終極目標 就是一個準 我們要求的就是準 你要怎麼樣準 專業 對不對 最近市場上有多少的消息 像譬如說今天 我待會兒會跟各位講這個 肺的風向變了 傳秋後暫停生息 今天 你去看那個5758 每個主播都在講這個 我心中在想說 奇怪 你們 你們去看這個新聞 你們就是整天就是 就是標題洗腦你們 就對了 標題說什麼 你們就什麼 那也難怪啦 對不對 如果標題說什麼 你們就認為什麼 連一點思辨能力都沒有的話 那我教育老師也只能說 輸錢剛好 你懂我意思嗎 你連 思辨能力都 因為標題隨便他下嘛 你懂我意思嗎 我待會兒會跟各位講 專業 紀律 那我問你 教育老師這一天一鍵停損 你們笑教育老師一鍵停損 是不是紀律 是不是紀律 然後 一路這樣子跌下來 該獲利回補 獲利回補 該反彈後 時辰放空 電子空單獲利回補 反彈起來空航運 然後跌下來 再轉空電子 我們這樣子做 是不是紀律 需不需要抗壓 全市場都在做做 只有教育老師一個人在放空 一個人對抗全市場 那我們就來看看 最後 贏的是誰 所以你看 來 中間過程我就不講了 一大跌 這是我們昨天 對不對 昨天電子股跌著這樣 迷迷帽嘛 對不對 IG這股跌著這樣 這是我們昨天的空單 對不對 我們昨天回補了華航 回補了長榮航 對不對 聽說今天華航長榮航 好像很強 因為又說什麼日本要開放的 那虎航賣票了 對不對 我的朋友那邊一堆一堆人在傳 對不對 好 昨天我們空了新唐 對不對 大跌6.6% 金像電 金紅 對不對 世界 世界這個跌的慘 6.29 星星 昨天大跌5.5% 今天聽說今天星星反彈還挺強的 對不對 哇 4.41% 不過昨天跌5.55% 金豪哥 景碩 對不對 然後這圓泰我就講了嘛 對不對 圓泰已經跌3天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昨天跌然後今天 反彈 對不對 尾盤殺起來 致遠 也跌3天了對不對 然後今天 3.35 好像也就殺尾盤 這我們電子谷的空彈 還有一檔台聖科 好 我今天最重要要跟各位講這個 因為我一直對 這位顏董講話一直有意見 你知道嗎 之前他講什麼 一張不賣 奇蹟自來 對景氣看法審慎樂觀 對不對 後來他一張不賣嗎 他賣了 他賣了 上次他跟你講順風順水的時候 後來他把常常都賣了 後來他解釋說 喔沒有啦 我 我不是講說 那個 我說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是我6塊錢的陽明的老股 那你當初你要跟人家講清楚 你當初你要跟人家講清楚 是不是 好來 現在說 從美股的淨值配息跟本益比分析 投資長榮跟陽明 兩年內沒風險 這張報紙你把它記起來 我說有本事 兩年內 你買的新股都不要買 你不要再跟我到處 到時候再扯那個6塊錢的陽明 那個是幾十幾年前買的那種老股 對不對 我講的是 你後來買的這個均價115的這些 陽明 長榮 有本事 兩年不要賣 景氣循環股沒有人在用淨值 配息 本益比分析 你拿淨值 配息 本益比分析 你去分析看長榮 你去分析看友達跟群創 你分析看看 我話放在這邊 有本事 都不要賣 我不是講那個老股 我講這個 那股教會說話 上次這邊拉一波說配息行情 3月9號公布配息13塊 大家就說 喔好棒喔 棒 開高走低長黑 後來一口氣從這裡 講配息一口氣跌30% 30%喔 後來在這邊反彈啊 爛啊爛啊 後來開股東會 股東會來 老播放大一下 昨天開股東會是最高點 殺下來 季先扣離位置現在在這裡 今天禮拜三 明天禮拜四 禮拜五 下禮拜一 禮拜二 然後這邊6月1號 到6月季先扣離位置在這裡 季先會不會下完 股教會不會點 我之前就跟各位講這個overbooking 中端的消費者需求就下降了 請問一下你運輸你要載什麼 我到時候是不是講庫存大增加 後來是不是你看這PC 從之前砍單 從那個手機PC一路往上砍 對不對 我是不是來跟各位講 這個真的叫做跳樓大拍賣 這種輕薄型筆記型電腦 規格不差 4核心 14吋 4GB 256的那個SSD 不差 賣 賣你1萬1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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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以前那個我記得是那個pocket pocket PC pocket PC 的價錢 後來現在砍單風暴也來了 已經砍到上游來了 對不對 好 這是電子股 你說了不起我不要買 我手機不要換啊 好那我問你你飯要不要吃 英國人 縮一截十 有超過七分之一的成年人要忍受挨二 英國是僅次於美國制裁俄羅斯制裁最兇的國家 我之前我就跟各位講過了 你拜登這樣子搞 你到底是制裁俄羅斯 還是制裁你美國人 制裁全世界的人 英國制裁很兇 現在英國人要縮一截十 這個是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個新聞 不是我講的 這華盛頓郵報講的 一個美國的特教師 被逼到每週要賣血漿兩次來養小孩 他說他之前原本在支配的 支付了各種帳單跟民生開支之後 他還可以幫小孩買衣服 甚至到餐廳享用大餐 現在萬物皆長他根本沒有辦法 所以他每個月都透支 所以他只好去賣血 來養小孩 這是美國人 這是拜登制裁俄羅斯之下出現的結果 所以你看到這個賣衣服的 這個就是那個迷路 台灣之前很瘋的那個迷路 虧損 這今天的新聞 沃爾瑪好事多 大跌 因為你沒錢啊 你連民生必需品 你也會少消費啊 之前我可能買很多嘛 對不對 Best Buy Target 對不對 勞士 連可口可樂都不喝了 對不對 剛好減肥 對不對 那台灣呢 台灣呢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那個什麼想想續集 哇超好訂對不對 超好訂 隨便訂 欸 你說是因為大家因為疫情不敢出來嗎 No No 你去看那個白沙屯媽祖 創下人數創新高你就知道 因為大家因為收入不好 所以只要祈求什麼 心靈的慰藉 車子買氣一落千丈 我跟各位講啊 去年車子一落千丈是因為 你塞港買不到 現在是沒錢買啊 縮一截十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 很多東西話都講在前面 大空投行情 就是每天給你希望 然後再讓你絕望 空投大行情 這只是剛開始 下個階段 我來好好的講講這一篇新聞 因為很多人今天被這一篇新聞給誘導 又衝進去了 這篇新聞根本就是什麼 亂寫一通 下個階段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今天入會全面55折大優惠 今天入會全面55折大優惠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需要專線 02-2752-5868-2752-5868 成東斗鋪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成東斗鋪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成東斗鋪 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歡迎各位回到現場 我再跟各位講一次 你投資股票你要準 你要專業紀律抗壓 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專業 你要看夠多的資料 你才不會被這種報紙給誤導 你說佳偉老師我沒有方向 我沒有地方去看這麼多的資料 我也沒這麼多的時間 我說好沒關係 你至少要看佳偉老師的節目 因為佳偉老師會忠實的 把我看到的東西跟各位講 該翻多我也會翻多啊 問題不是現在嘛 對不對 我一直跟各位講 高通膨會成為未來的常態 你不要想要隨便可以把它打下來 你能打下來 今天有一個專家講兩種方法嘛 對不對 你要從成本著手嘛 問題成本我問你 俄乌戰爭你怎麼結束啊 拜登就沒有想要結束啊 英國人餓肚子了 美國老師去賣血了 他會痛嗎 他不會痛啊 因為他只想把俄羅斯解體 所以這邊是動不了的 好 聯準會只能動這邊 但是我跟各位講 你動這邊是動不了通貨膨脹 只有一個 把需求整個打下來 就是把整個股市毀滅 這就是可能未來會出現的情景 好 所以我說了嘛 不惜一切代價 當時候 三月我就已經跟各位講這個故事 他說他要當保羅沃克 你知道保羅沃克那時候害多少人跳樓嗎 現在 報獲得參院連任之後 他說啊 抗通膨是首要的藥物 他現在已經沒有辦法跟你保證經濟軟著陸 他也跟你講喔 我要持續升息直到通膨回落 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個新聞 完全抵觸 那到底誰講的是對的 當然是他講的是對的 他甚至已經跟你講說 喔 我跟你講齁 你們可能要付出一丁丁的代價 你知道嗎 執政者講話就是這樣 你要付出一丁丁的代價 什麼代價 每個月去賣血兩次啊 什麼代價 就這個代價而已啊 是不是 你要付出一點代價 這些代價是值得的 我們為了要達成抗通膨的目標 為了要打擊邪惡政權 消滅俄羅斯 你們付出這一點代價是值得的 反正你還有血嘛 對不對 你還有血可以賣啊 對 你去賣 對不對 我為什麼說這篇亂寫你知道嗎 因為他後面引述了那個 英王 那個 布拉德上禮拜五講的話 反正他裡面寫了一堆 拉哩拉扎的寫著 意思就是說 生息兩馬事什麼樣的 但是 我跟各位講過了嘛 英王他在上禮拜五講的是什麼話 今年年底利率應該會到3.5 現在才1.5 1.0.75 他要到3.5 那你接下來只剩下6、7、9、11、12 還要開五次會 那你每次你得升多少 要到3.5 他說我們今年應該要快速的拉高 等於是我跟你講 我們今年要快速的拉高利率 給市場一個痛苦之後 需求降下來之後 因為你股市崩盤 是不是大家需求就降了 需求降了之後 我們明年齁 就可以考慮一下 看是不是可以 緩一點 他講的是明年 不是秋天 所以 兩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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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碼 然後呢 我再一次強調 聯準會還沒有開始縮表 下禮拜三才要開始縮表 所以 今天 你跟我說 費的風向變了 我不知道我們的記者 怎麼會去寫出這樣的東西 我也沒有辦法去理解 為什麼這麼多的人會 會其身負荷 這麼多的主播 還在那邊整天念這個新聞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成為贏家的原因 所以我說 大災難來臨 活下來的人 才能夠歌頌未來 今天反彈 是個最好的空點 端午感恩回饋 全面五五折 機會難得 進行好好把握 我們明天見 本部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中文字幕提供